大家好我是冠头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最近遇到了可以说是我约稿生涯以来最最最离谱的事件 你们听我慢慢道来 冠头最近呢为了赚小钱钱都在努力的接稿子 就在前两天 我在日常努力干涂的时候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 冠头接不接稿呀 接的呀要画头像吗 想让你帮我设计一个自设 可以呀 但是最近单子排的有点满可能需要等一下 一定要帮我安排哦 我可以出XX的价格 安排安排那必须给你安排 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画室生涯中结构最大的一个单子 不过我有一点很奇怪 这个金主为什么就毫不犹豫看上我了 因为我也没有怎么画过人设的作品 除了我自己的自设 就是头像这个 全人黑不留球设计还特别简洁 别问为啥 问就是照着我自己画的 然后呢我虽然稍有不安啊 但还是架不住他给的事件太多了 于是呢我就问他有什么要求 我也不太确定就是一个女孩子长头发的 头发颜色呢 你看着来 衣服风格呢 你觉得什么好看就画什么吧 我立马就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 我这是遇到了甲方中难度最大的一类品种 我称之为不要求甲方 这种甲方呢就跟很经典的一类人差不多 想吃什么呀 都行 那吃火锅 吃火锅会长痘痘的 那是日料 不要前两天刚吃过 这种甲方懂得扣衣 不过呢 我可是出了名的约稿经验丰富 这里呢也向大家传授一下 我平时专门这对此类品种甲方使用出的绝招 那就是 从一开始我就直接设计出了六张草稿 纯玉骨缝玉姐萝莉 供你随意挑选 这样即使金主挑不出完全中衣的 也一定能确定自己中衣的风格 之后呢就可以慢慢摸清她想要的样子 行 那我再画六张 还是都不行 打字说太麻烦了 我们打个电话聊 啊那个 不要了吧 那个我多改几次 没事啊 那个啥 如果您打字麻烦的话 您可以一发语音 我打字就可以了 唉 我就不多说了 和我一样对打电话极度恐惧的 设恐化手扣衣 这样吧 你设计一个正在跳舞的女孩吧 还有头发颜色都保守了 稍微夸张一点 你这不是知道你介好什么吗 好的 于是我精心准备的12张草稿全部作废 此时呢我就已经没忍住 决定做个视频吐槽她 大家好 我是罐头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最近遇到的可以说是我约稿生涯以来 最最最离谱的事件 你们听我慢慢到来 但过后呢我还是安慰我自己 谁让人家给的多呢 于是我重新振作 准备按金主的要求来画 不过话说回来 金主的要求 我画起来居然莫名的顺手 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设定吧 既然金主要夸张的发色 我就画了一个我自己其实一直 按缩缩下染的金粉渐变 然后草稿画好我就去给她看了 嗯草稿这样可以了 对了还没给你订金的吧 老板大气 老板爽快 我为了这个大胆 我把之后的小单全都推脱掉了 有了点空闲的时间 于是呢 很开心的去染了一只下染的同款金粉渐变头 来庆祝 终于摸清她的喜好了 呵呵 天真的我这是以为噩梦已经结束了 没有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 然后我就画好线稿了啊 很快啊 我就拿去给她看了 舞蹈动作不够自然 有点不太对 你跳过舞吗 啊没有啊 我就是个画画的 但我以前看过挺多舞蹈视频 凭感觉画的 嗯 这个图画的慢一点没关系 但是对我很重要 所以会比较苛刻 啊知道了知道了 于是呢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 忍住 这是大胆 他是老板 我拿钱的拿钱的拿钱的 但是最后我大概又改了个两三版吧 还是说不行啊 最后为了拿到稿费 我决定还是去实际学一下跳舞吧 于是我真的去了 不过最后还好 我也没白忙活一场 嗯 这种感觉不错 你画完成稿吧 注意上一影视 别画错图层 用你提醒我 你在教我做事 最后我终于带着完成稿去教稿啦 嗯 脸还是需要再改一下 哼 预料到了 然后呢 我就继续没日没夜地陪着她捏脸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完全没有问题 就这么画吧 于是 这一个大胆我终于完成了 你 到底是谁 你 我是未来的你 但是我又和你不一样 我每天待在房间里 还是这样一个形象 新思都投入在画画 接稿 赚稿费 我没有成为up主 没有下进决戏尝试过任何其他自己内心想做的事 其实我挺喜欢唱歌跳舞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准备画画的罐头 哈喽大家好 我是罐头头呀 我一直觉得我现在的人生不可能再有其他改变了 但你证明了其实我可以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并且完全不难 完蛋 我又画作图层了 想做的事 只要去做了 你会发现 你真的去做了 怎么字幕时变成光头头了 发大会 发大会 发大会